或许眉毛都会眼睛毛辫子那些都保存 很完整 夜毛都在 新疆一县城挖出清朝干尸 头戴官帽毛发分明 僵尸是否真实存在 和干尸一同出土的藏宝箱中 还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009年8月 新疆的一个县城中 值班民警接到了一则奇怪的报警电话 报案人声称 自己在修路的时候 意外挖出了一具尸体 这个情况引起了民警的高度重视 他们立马驱车赶到现场 本以为是一起凶杀案的民警 连武器都准备好了 但没想到的是 现场只有一口棺材 这下警方也纳闷了 这哪里是凶杀 分明是工人修路 挖到人家子坟了 对于这种纠纷 只能去街道办询问 这是谁家埋的 在做处理 但让众人感到意外的是 街道办也不清楚 这口棺材究竟是谁家的 于是 为了搞清楚牧主人的身份 警方只能先开棺材再说 就在棺材打开之后 一具保存完好的干尸 把大家吓了一跳 他头戴黑色沾帽 还留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围观的工人也被吓得大叫 直言挖到了僵尸 但警方在仔细观察后却发现 这具干尸应该就是普通的尸体 看样子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于是 在警方的联系下 考古人员来到了现场准备接手 专家在到达后 一眼看出 干尸是清朝的一位官员 帽子也是官帽 这让专家有些兴奋 因为在以往的考古中 挖到满整干尸的 这还是头一次 很快 干尸就被送回了研究所 专家先是对干尸进行了仔细的测量 他们发现 干尸身高160厘米 年龄大约在55到60岁之间 最离谱的是 干尸身体的保存状况非常完美 不仅没有出现腐化 就连眉毛胡子等毛发 都是保存完好 其次 就连指甲盖 也和正常人不异 这下 专家一时间也搞不清楚 这具干尸 是否真的是僵尸的一种 而且在触摸干尸皮肤时 它有回弹的手感 专家也是头一次见这种情况 如果想要保存尸体不腐烂 那么就必须经过复杂的加工 比如 古人会常用水银来防腐 或者效仿埃及木乃伊 将尸体内脏掏空 在涂上特殊的液体 但眼前这具清朝干尸 根本没有做任何防腐手段 在X光基的扫描下 也能看出 其内脏也完好无损 就好像对方只是缩水了而已 对此 专家则给出了一个猜想 那就是环境防腐 这种条件非常苛刻 但还是有可能达成的 那么 这具干尸 真的是被天然防腐制作的吗 工人修路 意外挖出清朝干尸 头戴官帽面容恐怖 有人猜测 此乃僵尸成精 但专家却一眼看出本质 清朝干尸究竟是谁 它为什么会变成干尸呢 干尸 简单来说就是木乃伊 但干尸的形成条件非常严苛 即使是人为干预 也还是会有很大的失败几率 毕竟 古人并没有福尔玛林这种化学液体 但在干燥的环境下 干尸还是有可能会自然出现的 专家认为 只要空气中的含水量低到一定程度 再加上干燥不潮湿的环境 那么干尸就会以极低的概率出现 但专家在翻阅当地的气候记录时却发现 当地的降雨量非常大 气候环境也特别潮湿 显然不会是适宜形成干尸的地点 于是专家开始对干尸进行仔细检查 很快专家就发现端倪 这些干尸就好像被人烘烤过一般 而这种烘烤正是形成干尸的重要原因 原来发现干尸的地方存在大量的矿物 其中硫磺和煤炭的含量较多 而煤在地下也会出现燃烧状态 直接导致了尸体不符的现象 这下专家总算弄明白了干尸的形成原因 而这举干尸也被专家以新的方式命名 蜡性干尸 专家认为只有在特别的环境下 蜡性干尸才会出现 并且在烘烤下 其体内还会出现大量的油脂 这些油脂有利于让尸体处于无菌环境中 所以这才是干尸历经几百年不符的原因 紧接着专家又在挖出干尸的地方 找到了一个大箱子 箱子里的东西也间接证明了干尸的身份 木箱中有大量的古代淘金工具 还有一个写满自己的证书 专家经过解读后发现 这个东西竟然是古代的淘金执照 专家依照对方的官府推测 这句干尸很有可能是当时朝廷派出的淘金官 来此地的目的正是为了淘金 但至于为什么对方会死亡 专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认为干尸的死亡年龄很有可能是老死的 但另一部分人却认为 干尸应该是没有完成朝廷的淘金任务 最后才被罪自杀 但无论是什么结果 干尸的结局是无法避免的 恐怕就连对方生前都不会想到 自己在死后会成为一具保存完好的干尸吧 如今干尸已经被专家保存起来 他对我国研究干尸形成条件 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也算是弥补了专家 没有找到陪葬文物的一种遗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